今天中午起离开广州或者佛山市的人 需要持有48个小时内的阴性检测证明 广州仍然有多个小区禁止民众外出 多个地铁站停运 而深圳机场即是起 所有离境的旅客必须要出示72个小时内的核酸检测证明 住在广州荔湾白鹤洞街的黄山 居住的小区已经被封闭超过一个星期 不准出门口 他居家工作 食物等生活物资 都要透过政府认可供应商购买 肉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因为天气比较热 而且带单的数量比较多 肉的话会有一些鄰居反映 可能会有一些臭 但大部分其实都是非常不错 可能有些老人家 他不太懂得操作手机 他不懂得操作手机的话 如果那些菜数量不太足 可能买得慢一点 就收不到货 广州和佛山市当局都呼吁 如非必要不要离开当地或者出省 如果确实有需要需要持有48个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轮近广州的东莞市市民出省就要出示72个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因应检测量大幅增加 华大基因在潘园一个体育馆 设立火眼器膜实验室 每天最多可以检测150万份核酸样本 广州今轮疫情已经持续超过半个月 连同佛山茂名确诊个案 累积已经有过百宗本地病例 无线电视记者善致报道